哈囉大家好我是Ryu 我是Yuma RyuTV呢 影片休息剛好快一個禮拜了吧 我相信大家應該是想我們了吧 這一次休息呢其實也不是因為我跟Yuma吵架 也不是因為我們的身體狀況不好 所以大家呢不要擔心 就剛好是中午比較忙 然後我們就藉這個機會呢想說停下腳步休息休息 俗話說停更是為了拍更多好片 Yuma你聽得懂這句中文嗎 這其實是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你很像親戚的舒適的天氣 為什麼 親戚的舒適是這樣的嗎 這幾天我們就休息了嘛 也想了很多有關這個頻道的今後 還有我們兩個的今後 所以呢是時候跟大家說 從今天起我們要造人 造人 聽不懂 這是做小孩的意思 就是啦 不要讓他丟會 對 因為很多人一定會看到這個影片的標題 以為我們是不是要有小孩了 對 前幾天我媽剛好呢她有LINE我 她說她做了一個Yuma懷孕的夢 她說她這個搞不好是預知夢 很多觀眾也會說 最近不是因為這個病情嗎 兩個人躲在家裡沒有事嗎 快點就做一個小六小Yuma 對不對 趁這個計畫也是 但是我們兩個的確在家裡是沒有事情做 但是因為我們兩個卻有意思說 欸 還不要這麼快的 可能還要再等多一年這樣子 所以呢 欸 就 沒有這個要生小孩的這個打算 今天這個影片說的是時候了 到底是指什麼呢 這幾天收集 欸 我們就做了一個非常非常重大的決定 要跟大家說 欸 我們要考 日本語 教育能力憲定試験 對各位 欸 這個是前幾天晚上 六週 洗澡出來 Yuma就很突然的在二樓那裡喊 老公 蛤 我決定了 我要考 另一位老師的考試 欸 我就說為什麼 幹嘛這麼突然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 這職業是當Youtuber啊 然後我們現在也是有在教日文啊 那為什麼 Yuma妳突然說要 考這個執照 因為這個執照是給 要在日本 當日文老師的一個 就執照這樣子 一個鑑定 可是我們也沒有要 真正去當老師 那為什麼妳突然說要 考這個考試呢 我們 我們 也一直 以來都有 教大家 綠文嗎 我們的一開始 RyuTV的一開始 是教綠文的一片 我們的初衷 嗯 然後 就 覺得 如果我們 有這個 專門知識 嗯 的話 很帥 就 就為了帥一個字各位 要去考這個考試 很帥嘛 然後 我們以後 教大家綠文 對這個事情也有好印象 嗯 然後我們以後可以做的事情也變得 會 更多 嗯 然後我就 去網路上查了 今年的考試是什麼時候 嗯 今年好像是10月25號 嗯 所以我覺得欸 還來得及耶 Yuma 你知道這個考試的合格率多少嗎 每一年只有20%的人能夠 合格 嗯 超級無敵 難得 不是 也 不是 沒有希望啊 那 妳覺得自己會合格嗎 嗯 我 我會努力 你比我還要認真的感覺我跟Ryu講這件事情之後 Ryu已經看了那個檢定 檢定 我已經看了這個問題 我已經已經有去試試看自己去做了各位 真的很難 它的範圍出很很廣 你要了解一些日本史 日本歷史 歷史 然後還有這個日本教育史 它有一些專門知識 像是在我們在大學 在大學學到的一些有關語言的這個 語言的結構 嗯 然後還有這個社會 心理學 等等 這其實它出題的範圍很廣 嗯 看了內容呢 其實有很多 都是我跟Yuma在大學學到的專門知識 因為我們的這個學科是 異文化 communication 所以對我們來說其實是很有利的 嗯 很有興趣的 嗯 我們很有興趣的一個 這個專門這樣子 嗯 其實Yuma她一開始跟我說 要考這個考試 我就在想 為什麼我們要 欸 考這個考試 因為我們其實也是有這樣子跟大家分享日文 我們也沒有 不是說 要 當一個 兼職當一個日文老師 後來呢 就覺得 這個是 給我們自己的一個新挑戰 嗯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了 在日本 就日本人呢 要教外國人日文呢 需要什麼樣的這個條件 嗯 那其實有三個 一個呢就是你在大學 專工 專修 或者 復修 這個日本語教育 嗯 畢業你就可以當日文老師 那第二個呢就是 上足420個小時的日本語老師 養成講座 你就可以當這個日文老師 那第三個呢就是 誰都可以報名的 這個日本語教育能力檢定 只要你考到 你及格 你就可以在日本當日文老師 自己學 自己學 那像 六呢 我是外國人嘛 其實這個考試呢 跟我是沒有關係的 比如說我要回馬來西亞去教日文的話呢 其實我只要在日本呢 有兩年以上的這個工作 或者是留學經驗 再加上 有一級的這個能力考試 嗯 我就可以當日文老師了 所以這個考試其實對我來說是 沒有關係的 那我這一次會決定跟Yuma一起考呢 是因為真的 就覺得這個考試呢 可以讓Ryu學到一些很專門 專業性的東西 就看了一下這個問題嘛 嗯 讓我更了解這個日文這樣子 那也是像Yuma她講的 帥 外國人喔 在日本用日文去考這個考試 如果Ryu合格了 是不是覺得很帥 畢竟我們這個頻道嘛 也就是跟大家陸陸續續分享呢 五六年的日文 就想說接下來呢 作為人生的 就下一個階段呢 如果自己 可以成為這一行的專業 那也挺不錯的對不對 雖然只是一個執照啦 執照也不能夠代表什麼 執照呢也不是終點 它只是一個起點 但是呢 這個學習的過程呢 一定會對我們 就是這樣子跟 每天跟大家分享影片的 我們呢 今後 對我們的這個 拍影片的內容呢 會有很大的幫助 嗯 對不對 因為考試其實 Ryu就有去了解了 就看了這個考題嘛 裡面有 一個項目是聽解 然後聽解裡面呢 就有外國人呢 就發音不準的 講了一段日文 然後呢 要你去聽 這個外國人說的日文 到底他哪裡說的不好 發音哪裡不對 各位 所以就希望說透過學習呢 以後 如果遇到觀眾 觀眾對我說一句日文 我就可以正面的跟他指導說 喔 你那裡發音的有點太短 你那裡觸音的沒有點到 之類的 所以很帥 對 所以就真的很想要變成這個 日文老師 專業的日文老師 我想要將來 嗯 有一天 我們一起去大家那裡 實際 教大家日文 你們的這個上課的話 覺得很好玩 剛開始學日文的人也可以 還沒學過日文的人也可以參加 然後通過我們的上課 大家可以很開心的碰到日文 或者日文的人文化的話 我就會很開心 喔 就不是單純的那種建議會這樣子 是可以學到東西的 留下一點伴手禮的那種感覺 嗯 那從今天開始呢 我們會努力的學習 因為時間真的不多 對 每天要一點一點 每天要一點一點的學習 搞不好這個學習的過程呢 可能會跟大家拍影片 或直播分享 成名開始當老師 哈哈哈哈 新的系列是不是 不知道啦 看了看一下能不能分享什麼東西 好 我跟Yuma 今天就想跟大家說 我們決定了要去考這個日文老師的執照 還有我們這幾個月 比較都是我們的新家的事情啊 還有因為不能出門嘛 所以一直在家裡拍影片 可是我們從這個禮拜開始要慢慢 復活教娃娃系列 對 自動販賣機 還有 從另開始學日文 對 等等的影片 嗯 敬請期待 好啦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就簡單的到這裡 我們 下一集再見啦各位 一起加油 我們也要考試 大家也要考試 掰掰 掰掰 你訂閱了嗎 還沒有的話 拜託的加訂閱我們LiuTV 按這裡按這裡 然後 下面是我們的推薦影片 看一下 险害羽 谢谢大家